快樂和實利主義 很多人相信只要他們有錢 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他們沒有想到金錢本身會帶來很多問題 其實金錢並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很多人不認識這一點 他們的終生為了搜集東西而努力 當他們擁有了 當他們發現所擁有的東西 並不能夠滿足他們的慾望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再從事推廣搜集的工作 事實上他們得到的東西越多 則擁有的慾望越大 因此他們越不會得到快樂或者滿足 當我們失去某些東西的時候 下面的針言能夠給我們很大的慾藉 不要分這是你的那是我的 只要說這到你處去那到我處來 那麼當終歸消逝尊榮的東西的光澤退色時 我們才不會感到不快樂 財富並不應該被卸置於一旁 和被渴求的 他是應該被利用來增加自己 和他人的幸福 如果只是將時間 花費在糾纏財物方面 而忘記了你對國家 人民 和宗教的責任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仍然要被憂慮所困逼 你不會從你黑虎賺來的財產得到什麼益處 希望通過賭博贏得財富 好比希望雲層能夠遮擋烈日 而希望通過努力而得到進步和繁榮 就有如建築一間房屋來抵擋烈日和風雨 當人死了 財產要流下來 一切都帶不去 親友們只能相送到山頭 只有生前好的和壞的作為的影響業果 將會跟著死者一起去 很多東西 好比神話中的三個願望 未得到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們將會帶來歡樂 可事記得之後 卻要令人失望 如果我們有一大筆錢 可算是一件慶心的事 可事假如我們得到了 卻要使我們操心怎樣去運用它 保護它 或者引導我們做壞事 有錢人開始要遭受精神上的苦惱 他不知道朋友們究竟是尊重他 還是尊重他的錢財 我們還要常懷恐懼 害怕失去所擁有的財物或者心愛的人 當我們坦誠地觀察所謂的快樂 我們就會發現快樂只是腦海中的海市神流 快樂並不能夠完全得到完全完整 最低限度 他都要和害怕遺失的恐懼在一起 錢財只能佈置你的家 他並不能夠裝潢你 衣服只能夠裝飾你身體的外表 但是不能夠遮掩你內心的污染 只有好的行為 才能夠使你成為一代完美的人 人們贏取快樂的方式 應該是無害的 如果將快樂享受 建立在他人或者眾生的痛苦上 這樣的享受就沒有意義了 佛陀說 那些以不傷害人促的原則來謀生的人 是有福的 快樂好比香水 你不可能只是倒在他人身上 而自己本身沾染不到一點一滴 你也許不可能改變世界 以迎合你的願望 但是你卻能夠使內心朝向快樂的大道 也只有當你在做好事的時候受到折磨 你才能夠完成給他人更大的快樂 達爾卡納基說 如果我們要找快樂 就讓我們不要去想感恩徒步 或者忘恩負義 只要為了貢獻的內心歡樂 而貢獻詩語 忘恩負義 好比自然生長的野草 而感恩徒步 卻好比一珠玫瑰 我們要栽培 淋水 為了貢獻 愛護他 他才能夠掌成 為了貢獻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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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貢獻的內心